欢迎收听小婷姐姐讲故事 如果不遵守游玩规则 妈妈,明天我想去动物园 明依翻着动物园里的故事对妈妈说 明依,妈妈明天要加班,下周吧 妈妈说道 爸爸,明天我想去动物园 明依有些不高兴的,撅着嘴跟爸爸说 明天爸爸要去见一位老同学,下次吧 爸爸说 哼,下次,下次,总是下次 你们大人总是有比陪小孩子更重要的事情 明依生气地走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 明依躺在床上,看着墙上贴的动物图片 灵机一动,有主意了 明依把手电筒,拍李德相机,玩具枪,迷彩帽 和一包曲奇饼干,装进了背包里 晚饭后,明依在小区里找到了小喇叭 两人交头接耳一番后,各自神秘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和妈妈一起出门了 明依礼貌地跟他们说 再见 等爸爸妈妈一走,明依用最快的速度戴上迷彩帽 背上背包也出门了 明依躲在小区的绿色篱笆后面 将双手合拢在嘴边学起了鸟叫 对面的楼里传来了嘎嘎嘎嘎嘎的叫声 不一会儿,一个胖胖的身影下了楼 是小喇叭 原来两人商量好,今天一起去动物园 明依和小喇叭登上了开往动物园的公共汽车 他们在动物园站下了车,进了动物园 两个人一路欢呼雀跃着 他们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正在参观的美美和他的爷爷 明依,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美美的爷爷关心地问 在,在后面,马上就来 明依脸红了,拉着小喇叭,慌慌张张地跑到了猴山 猴山上的小猴子真可爱 明依顾不上排队 她挤到队伍最前面 探着身子,把曲奇饼干扔进猴山 想吸引猴子们的注意 忽然,明依身子往下一塞 差点掉进猴山 幸好动物园的保安叔叔及时抓住了明依 小朋友,危险! 明依和小喇叭喊着冲啊冲啊 一路跑到了狮虎山 几只大老虎正懒洋洋地握着 明依和小喇叭捡起地上的石子朝大老虎扔过去 大老虎生气了 嗷嗷地大吼一声 地动山摇 她凶狠的样子真可怕 明依和小喇叭吓得赶紧掉头就跑 两人又来看长颈鹿 长颈鹿正伸着长脖子咬树叶吃 淘气的明依又有了主意 她顺着铁丝围栏外的假山爬到树上 摘下两片树叶喂长颈鹿 长颈鹿看到鲜嫩的树叶伸出长舌头一卷 就把明依手里的树叶卷走了 明依还没来得及摘心的 长颈鹿就又伸出石乎乎粗辣辣的舌头 舔向明依 舔得她的脸火辣辣的 疼得明依直掉眼泪 明依赶忙忍着疼爬下树 一群羊驼在木栅栏里散步吃草 一只小羊驼正好靠近木栅栏 明依悄悄走过去 突然伸手揪住了小羊驼的尾巴 小羊驼生气的回头朝着明依喷口水 一大团黏呼呼的口水 沾在了明依和小喇叭身上 游客们都好奇地看着脏兮兮的明依和小喇叭 两人只好避开大路 改钻山洞前行 潮湿阴暗的山洞是蚊子们的嬉戏地 两人好不容易跑出了山洞 身上被钉满了包 痒痒的真难受 明依和小喇叭又来到夜行动物馆 这里面黑黑的 动物们都在安静地睡觉 一间大玻璃屋里有几棵大树 树上长满了大叶子 明依好奇地用手电筒照过去 那些大叶子受到光的刺激 突然飞起来 原来是蝙蝠 受惊的蝙蝠往玻璃上撞 吓得明依和小喇叭 嗷嗷叫着逃了出去 明依和小喇叭 狼狈地跑出黑黑的夜行动物馆 迎面走来了明依的爸爸和妈妈 后面还跟着小喇叭的妈妈 小美和她的爷爷 原来是小美爷爷通知了 他们的爸爸妈妈 妈妈 妈妈 明依和小喇叭 惊魂未定地扑进自己妈妈的怀里 咱们今天先回家 等做好文明参观动物园的功课后 再来动物园游玩吧 明依妈妈说 爸爸也要来呀 明依看着爸爸 一脸认真的表情 安全小贴士 参观动物园要有大人的陪同 参观动物园要按规定购票 不要随意 不要随意给动物投喂食物 不要用小棍子 使此触碰动物 不要大声喧闹 惊吓动物 不要离动物太近 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 以免惊扰动物 不要拍打玻璃 以免惊扰动物 尤其是夜行动物 小朋友 你知道什么样的行为 是文明的游玩行为吗 欢迎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